2033年,我国人口将突破15亿 13年后,3000万中国男人面临打光棍 想要娶老婆,抓紧提高素质是关键 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哭穷 说全民接收捐款才8000 可为啥管理费多达62万 到底是基金会还是干修所 韩约入狱11年的蛇翔林 用10万赔偿款开了家小餐馆 有人建议他用自己的名字做招牌 可他本分不肯那么做 上海一产富喜德龙凤四胞胎 小家伙体重竟个个达标 这个几率仅为750万分之一 买彩票都能中头奖啊 这类民生新闻力量新北方正在直播 现在已经快过年了 大伙都挺忙的 这小偷也跟着忙的 一不留神啊 没准就得中他们的阴招 谁让的王先生前两天呢 不就中招了吗 这位就是王先生 当时王先生的包就放在右边的椅子上 王先生屁股还没坐热呢 一名穿黑色衣服的男子走进了饭店 四下观望寻找目标 看到这位了吗 和刚才那个人是一伙的 两人选在了王先生身后的一桌坐了下来 并没有要点菜的意思 又过了一会儿 一个戴帽子的人也在面罐里露面了 好像和前两个人并不认识 选定了目标之后 穿黑色衣服的人开始一边假装打电话 一边在王先生身边转悠 三分钟后 这伙毛贼开始行动了 那个贼在王先生对面坐下 坐在王先生身后的同伙一起身 黑衣人开始跟王先生搭讪 注意 那个人动手了 同伙得了手 坐在王先生对面的小偷 立刻挂断电话 起身离开 这是饭店外面的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 俩人一前一后走出面馆 拿王先生背包的小偷迅速逃跑 第三个小偷随后也走出了面馆 直到看到饭店里的监控录像 王先生才恍然大悟 不论是谁跑到都不到 王先生被偷的包里有钱包 各种证件和一款新买的 价值三千元的手机 光天化日之下 这伙毛贼竟敢如此猖獗 王先生气得不得了 吃饭 把还丢了 这玩意的钱丢不少 人家各样 出门吃饭 可得小心提防着点 快过年了 咱们平平安安是最好的 口角最好也别犯 但是昨天呢 在沈阳未攻农贸市场的 一个海鲜摊床跟前 有俩人争的是脸红脖子粗的 两个人里面呢 女的姓李 男的姓喜 都指着那摊床 说这是自己的 你想那是一个摊床 怎么可能冒出两个主人呢 2006年12月30号 李女士从辽宁万巨龙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那里 买了个未攻农贸市场的海鲜摊床 还与房地产公司签下了正规的协议书 当李女士拿着买卖协议书 来农贸市场准备开张经营时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摊位一直被一位姓喜的先生使用着 我还以为他是主的呢 我就拿这个协议书 我跟他锁掉 我锁掉这个床 我买下来了 一听说李女士让他腾床子 喜先生也不干了 一直在那装买卖了 没动了 哪有正规手续 一听这话 李女士自己也蒙了 开发商明明跟自己说 这个摊床是没卖出去的 农贸大厅墙上挂的 未出售摊位的牌子上 也有这个摊位 一时之间 连李女士自己都弄不明白 谁才是摊床真正的业主了 原来喜先生跟开发商 事先有一万多块钱的账没结清 喜先生怕开发商不给钱 就一直站着这个摊位不走 喜先生说 开发商在他们换床子的时候 已经做出了承诺 口说无凭 立自为据 当李女士要求看看喜先生的协议书时 喜先生傻眼了 喜先生已经把海鲜摊位换成了蔬菜摊位 所以他手里有的只是蔬菜摊位的协议书 真相大白 该把摊位还给人家李女士了吧 李女士手里拿的协议书呢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不过碰到喜先生这样的火爆脾气 再有理 他也说不清楚 再者喜先生一肚子的委屈 还不知道跟谁说呢 为了不让自己花出去的十多万块钱呢 成了打水漂 李女士呢 找到了万巨龙房地产公司 人家告诉他了 说那个摊位呀 就是你的 现在不是被人敢占了吗 好办 你去找这个农贸市场的物业公司 等李女士真的去找了才发现 那这件事情呢 根本不是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看着自己的摊床被别人占用 李女士这十多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每天天亮就起来 辗转于未攻农贸市场和开发商之间 找了能有快一快四十回来 你去了就没管 新北方记者就陪同李女士 再次来到当时购买摊床的 辽宁万巨龙开发有限公司 这边是天马 我知道 你是不是要找万巨龙 万巨龙和天马队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那这两个公司 你怎么能从那来找呢 你讲 不是 那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新北方记者只好通过电话 与开发商取得联系 我是天保